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利商店里拥有公共厕所并不少见 但对店员来说 一直都是可怕的噩梦 时间已经是深夜 我每天几乎准时来便利商店吃宵夜 跟夜班的店员也熟识了 当自动门一打开 蹲在地上捕获的店员家伟 马上跟我回手打招呼 哈喽 诶 又来接厕所了 但现在又有人 是喔 进去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好像是个女的 进去超久了 不知道在干嘛 家伟刚说完 厕所的门突然打开 把我吓了一跳 接着 一个女性的身影 快速地从厕所里面跑了出来 头也不回地从店门口跑了出去 哇靠 跑那么快 该不会是把厕所弄脏了吧 安啦 里面看起来没怎样啊 说完后 我就关上了厕所门 准备到小便斗前解放时 突然 马桶盖下面传出来一种怪声 那是类似水管堵住的声音 听起来也很像是哽咽的哭声 该不会是看到那个女人 往马桶里面丢什么东西造成堵塞吧 但我完全不想去掀开来查证 要是看到一堆令人倒胃口的东西 等下就吃不下宵夜了 离开厕所后 我夹了几个关东煮跟一个热沟宝去结帐 欸 刚刚厕所马桶有奇怪的声音耶 可能有东西堵塞住了 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啊 靠 不会又来了吧 怎么每次都有人这样子啊 家伟帮我结完帐后 就继续碎念着往厕所走过去了 而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准备享用宵夜 同时听到家伟走入厕所 掀开马桶盖的声音 这是什么 突然 厕所的门像是被实际强风关上一样 硬生生盖住了家伟的声音 便利商店里没有风 但门却以异常的力道关上了 我无法理解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 呃 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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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怎么了 厕所门后的声音寂静得像坟墓一样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 我跑到厕所前火速打开门 然后看到了 家伟站在洗手台前 正在照镜子 而且是以非常诡异的姿势 家伟 你在干嘛 没干嘛 马 马桶里有东西吗 没有东西哦 刚刚应该是你听错了 家伟在镜子前转动着脸 像是在端翔或箭上 我的眼神看向马桶 盖子已经被掀起来了 除了水以外 里面什么都没有 但是现在的家伟 他的语气和动作 都不对劲 好了 走吧 家伟拍了我的肩膀 对着我一笑 离开了厕所 当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知道 他在说谎 家伟的制服口袋明显多了一个东西 一个长约15公分疑似人偶的物体 想必是他刚刚在马桶里拿出来的 但家伟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我回到我的座位上继续吃宵夜 但吃下去的感觉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家伟都会拿一杯饮料在旁边陪我聊天讲干话 现在他却自己一个人站在门口 对着自动门傻笑 不断做鬼脸 吐舌头 家伟的意样让我心里发寒 实在无法在店里多坐一秒 嘿 家伟 我今天就先回去了 你 没事吗 没事 怎么会有事呢 我不敢再多看家伟一眼 像逃难一样离开了便利商店 三天后 我才得知家伟从那天开始就无辜矿指 店长问我最近家伟是否有什么异样 我也只是摇摇头装作没有事情 但那天晚上 家伟嘴角的鬼笑 人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别都想到我再一个角色 要什么回事呢 主要是否那你紧一次 就是那些人 可以因子 我给你帮你死亡 我给你帮你帮我 你还没有轻弱 我可以帮你炮? 你什么人